大家好,我是鸭鸭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非常简单的蝴蝶结 这款蝴蝶结呢,编织出来非常的工整啊 边缘不会这样子扭起来或者是翘起来 而且还有一圈非常漂亮的花边啊 这款蝴蝶结大家可以用来做发夹或者是发绳 或者是装饰到鞋子上,衣服上,帽子上 都很合适哈 接下来我教大家如何编织 首先呢,是锁针起针 我们将线绕在左手上 之后,我们起针 接下来我们勾16针的锁针卡 绕线带出1,2,3,4,5 16针的锁针完成之后,我们用手捏住第16针 再往上勾一针锁针,作为起地针 回过头,在我们手捏的第16针这里面 穿针进去,带线出来我们勾短针 新手朋友可以在第一针短针的位置做几号扣 我就不做了啊 接着往前 一次勾短针一直勾到第一针 勾到第一针短针啊 在这里给大家说一点 如果大家想要这个蝴蝶结大一些的话 那就勾的锁针数就长一些哈 我们接着勾第二圈 一针锁针将直片翻转 翻转过来之后,大家看一下 这一针呢,是那一针锁针的起地针 这一针才是这一排的第一针 我们直条远离我们那一侧的锁针 勾短针 那新手朋友可以在第一针短针的位置做一下交扣 不太容易找这个短针哈 接着我们一次直条远离我们那一侧的锁针 勾短针 一直勾到第一针的位置 第二排勾之后 依旧是一针锁针的起地针之后 直五翻转 这是第一针 这是那一针锁针的起地针 往前一针 我们挑远离我们那一侧 勾短针 大家就按这种勾之顺序 然后往反的去编织 总共编织七排 勾织的这一个短针的行数就代表 这个蝴蝶结的高度哈 就是它的高度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去编织哈 没有限制的 七排啊 我们可以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排之后我们就可以将线剪断了啊 然后将这个线抽出来 我们再拿出另外一款颜色的线 在最后一排 大概中间的位置啊 大概中间的位置 将针穿进去 然后带线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将这个紫线的线给它放到上面去哈 线头哈 勾一针锁针 拉紧 然后白色的线头也一起勾进去哈 下一针针目 我们勾一针锁针 下一针针目 勾引拔针 然后一针锁针 下一针目 引拔针 我们就是按 按照这种规律啊 将这一圈给它勾 勾一个边 都是一锁针 然后一引拔针 一锁针 一引拔针 勾的时候 将这个线头给它勾进去啊 我们到侧面的时候哈 大家可以就是 就是大概差不多 一排 就给它勾一个 就这样子 这个勾在这一排上面 边上啊 然后再勾一锁针 这边勾这个上面 大家看这需要 没有固定说是哪一针里面啊 然后底下的也是啊 底下的就是一针 对应一针了哈 一锁针 只要有线头 我们就尽量把线头压进去啊 大家按这种方法 将这一圈编制到这边去啊 我已经将这一圈的编 勾到这里了啊 我们将线流长一些哈 剪断 给它抽出来 在这边这里啊 将这个线的带到后面去 之后我们这些线头 压进去的线头 就给它剪断了啊 然后我们将这个蝴蝶结 给它折一下 折三下就行了啊 然后将这个线 就给它绕 绕在中间的位置啊 不用绕太紧哈 绕好以后 就将这个线啊 给它在后面固定住就行了 这翻过来整理一下啊 然后有发夹的 就可以在后面 粘一个发夹了啊 很简单 而且它也不卷边哈 不这样卷起来 因为勾了一圈边嘛 它也不会卷起来 翘起来 非常的工整 那好了 这期的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问我 有喜欢编制的朋友 记得关注我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